怎么回事呀 本地车友介绍我来这里玩 说这里是个天然越野场地 什么地形都有 可这越野场地哪去了 被水淹了 这远处还有个大野钓鱼 我这导航也没导错呀 那倒真是我找错地方了 有没有熟悉这里的朋友给解解货 算了 也不能白跑这么多路 既然来到了这么野的野外 要不就给大家挑战一下 在野外之间 我叫迈克 是名狙击手专业过影 从外身上 不过话虽如此 有好事的小伙伴又挑出了刺 他说 迈克该好好练练去了 狙击技术不如以前了 哼小瞧我不是 那迈克今天就在这国际服务挑战一下 单人四排只用A大白姆吃鸡 当然 这首先得获得一把A大白姆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追逐空投 一个是抢夺擇擂台的宝箱 并没有过多考虑 我直接选择了 最为简单粗暴的第二种方式 毕竟以我的实力 打这些老外们跟白儿似的 稳稳地降落地面顺便活动一下筋骨 幼儿已然听到慢我一步的那些猎物们 我不慌不忙捡着武器 使得早已成猪在胸 通过超出常人的厅力分析 对方只有四个 还不够我散压缝的 好 一切准备就绪 开始猎杀行动 大家是否还记得上一句 我那精彩的EV4 别扎眼 我们的视觉盛宴 再次送上 听声编位顶部一个右后方一阵 咱们耐心比赛 这个小可怜跳得这么开心 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被我掌控 就是现在 什么情况 怎么背后还藏着一个 我们的视觉盛宴 再次送上 我叫Mike 方才绝对是个意外 老话说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背后那个没穿鞋 导致我没有听到它的存在 出现一点小小误判 属于不可抗定 大家勿要出去下讲 接下来这种情况绝不再发生 请沉默以待 精准落地毫发无损 这里是位于军事基地的一个擂台 由于太过危险没人敢来 而现在我的AWM就指望撤箱子了 时间到宝箱开启 人帅自有天邦 我古人就开出一把AWM 也就预示着粉丝挑战再无阻碍 凭借着百公里十五个蛮错的角力 我来到了废墟 在这里遇到一个系统战神 他并不在本次挑战范围之内 我果断用步枪解决 而接下来我发誓 我保证 我再也不会射出一发7.62 我那全网4187的11万粉丝 可作见证 谁是此刻位于这海岛之巅 身被一把一大败磨 我就是这战场绝对的统治者 就要仅凭这区区二十五方马克难 终结比赛 而当前只需要耐心等待 那决赛圈的到来 算了 这样的等待太无聊 大家也不愿意看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般在户外所携带的游戏装备吧 外处是我一般携带着三样东西 一个便携屏 一部游戏手机 一个游戏掌机 大家可能很好奇 我带个便携屏干什么 那肯定是为了可以在户外 享受大屏玩游戏的乐趣了 我这块便携屏是微信的Pro MP161 因为不带电池 所以做得非常轻薄 这么大一块15.6英寸的屏幕 重量只有770克 厚度也仅有1.08厘米 你可以很轻松地将其塞进背包 随随随随随随随 然后它这背面还带着一个支架 调节角度从0度到180度 你可以把它横着放 也可以竖着放 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然后机身最薄 接口配置却很丰富 它带了一个mini HDMI接口 同时还拥有双Type-C口 支持多种常见设备的视频输入 而且看到了吗 它还内置了双养生器 这边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不管是游戏还是工作 都非常有用 有人可能要问了 它不带电池怎么供电呢 很简单 它只需要通过Type-C线 使用输出设备的电 你就可以了 我现在连接的是我的游戏手机 现在已经同步到手机端的内容了 很多手机都有主机模式 来 给大家开启演示一下 瞧 这就是虹王八Pro的主机模式了 此时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15.6英寸的大屏来玩手机 你可以用手机直接操作 当然也可以接着个鼠标键盘 全屏个人喜好 就比如我们熟知的吃鸡游戏 15.6英寸视野 可绝对不是小小的手机屏幕 可以消避的 当然它不只能和手机搭配 也能轻松和我们的游戏掌机结合在一起 接上鼠标 就可以用这颗大屏玩一些大小游戏了 这块RPS5面屏 1080P的分辨率 60Hz的刷新率 4毫秒灰热响应时间 游戏方面的使用感受也还算不错 而且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设置显示模式 不过根据我这几天的使用来看 在电影模式下 亮度和画质是效果最好的 特别是在户外的时候 毕竟这台变息屏为了省电 整体亮度是不可能做得太高的 所以严重不推荐在阳光下使用 不过你可以像我这样就没啥问题了 前面说过这台变息显示器 可以作为大部分设备的大屏使用 瞧 我也试过将其作为PS5的显示器 所以后期我是不是外出自驾游的时候 就可以带上我的PS5了 同样 卢尼所见 它也是Switch的完美版本 而除了游戏娱乐 它还可以在一些工作场景为我们提供便利 比如我们作为乙方给客户汇报工作的时候 就会像这样很轻松的为甲方爸爸展示策划方案了 而不用尴尬的浪漆站在背后 当然作为一台变息显示器 它还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便利 比如当作直播中用来看耽误的副屏 或者一些其他你能想到 而我还没想到的使用场景 经常外出的朋友 我感觉真的可以带上一块 几分钟的等待没有白费 我生生熬死了几十个老外 只剩下十个猎物了 此刻的他们并不知道 一把恐怖的A大拜目 已然提前预定了他们的脑壳 这是这个黄泉内唯一的房区了 一路奔波又熬死了俩 已让我的挑战成功率大幅提高 而是五发马克南还一发尾设 谁是他们的第一个买家 我想我找到了一个小小身影 在15.6英寸大屏下清晰可见 这么远的距离 我深吸一口气 确保一击命中 他好像也发现我了 正在急速逃窜 一向命中大众所要 他吃痛逃得更欢 第二发不为击杀 只会将其赶出视险盲区 然后我们耐心等待 这是一个越南人 就此终结吃鸡的旅途 此时的我还剩下 21发狙击子弹 开始寻找第二个猎物 我想我又找到了 时隔这么多年 出道瓦格依然存在 这个可怜老外 也被光子出卖 什么情况 同为越南玩家 为何他爬得如此优秀 机会来了 瞧我一箭双胶 只非完美为自己点赞 如此一来 就是剩下三个猎物了 而我还有16发子弹 平均每人5发 喊单一发 似乎没有意外的话 本次挑战必将打场 但是整面战场上 除了我刚才那几箱 为何一直如此安静 这莫非就是那 狂风暴雨前的宁静 我想我应该活动一下了 以免落下只会偷袭 不敢主动的嫌疑 但是我应该怎么动呢 就怕有那可恶的偷袭者 射了一发可恶的狙击子弹 终结了我的挑战 不行 这样下去太危险了 想起来了 我可以变成狮子 他起码可以帮我挡住 一缩子子弹 出来吧 我的狮子 从和平精英到刺激战场 这头狮子在我心中 留下了一个千古谜题 他后面那两条腿 到底是哪里来的 当然 这并不影响我探索战场 摒弃杂念 想把剩余猎物寻找出来 奇怪了 圈已经这么小了 为什么还是没人打我 莫非剩下一支 三人小队 正在刺激而动 也可能是我的威名 传道了外父 也不对 大家都知道 我已经不火了 嗯 枪声 对方在东侧 那我就去西侧 拉开距离 等一下 我又有所发现了 前面那个石头旁边 好像有什么动了一下 大残 可惜 他带了三极头 没有直接爆头 但是距离这么近 人家拿的还是步枪 而我只能使用一大摆木 四种局面 被我所愿 他鬼鬼祟祟 似乎想要重杀给我来 我自然不能 随他所愿 非常谨慎 但我相信 没有人可以隐藏的 十全是美 可惜 这一发射到了脖子上 就要刷圈了 我们双方都时间无多 完美 一击毙命 奇怪了 为啥在这决赛圈 遇到的都是毒狼 莫非还真是人帅 最有天帮 系统眷顾于我 也或许这里不常见 我这样的潜力高手 向我是好 烟雾弥漫 东方有人袍毒 这是我的机会 我现在还剩下 十三发子弹 用A大白目 挑战成功的秘诀 就是要尽量远程居杀 找到一个 完美 这次直接一枪掉刀 他还有队友 必须不杀 如此一来 就终于来到了 一位一的大好局面 也就意味着 我这次使用 A大白目吃鸡的挑战 再无意外 天文他出手了 他着急了 在这里 不好 由于此时起了风 这一枪射了准头 不过没有关系 我还用九发子弹 足够秒他 按照刚才的枪声判断 他也有一把 效应A大白目 也就意味着 他同样拥有 将我秒杀的条件 本次挑战 对我来说 至关重要 务必谨慎 在小心 所以我要反击到 二行之 直接拉近和他的距离 毕竟冲锋 也是我的强想之一 而对他来说 一般玩具的 很少会擅长 近距离去杀 哎呀 冲过头了 这要是直接被堵死了 可就太尴尬了 赶紧留上 来吧 接下来 我们决一死战 瞬间移动 不好出现一点小小事物 真该死在这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我也没有时间聊上 骗你吧 赢了 挑战成功 天色渐温 我也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 小伙伴们 咱们下期再见